大家好,我是柴娃娃 今次跟大家說,太極! 遊戲地圖分兩邊 現在就拿二人那邊做舉例 每人有一塊玩家版 這些是屬於自己的資源 正方形的木粒是零秒 總共有13個 首先將它放在一邊備用 黑白是陰陽指示物放在這裡 黑色是天意指示物 玩家會有6個銅錢 人仔方術士 將全部備用物放在一邊 將計分版隨機放在發展命盤問號位置 圓形這個放在順位族這個位置 還有一套詩術卡隨機抽兩張 作為今次遊戲使用 太極版之後 將黑色的天意指示物放在一邊備用 行動版塊分了8動 其實可以隨機放在太極版上 但是如果你是初次玩的 說明書就建議用這個順序放上去 根據玩家人數 拿特定數量的資源出來 隨機把資源放在地圖上 之後就將剩下的資源放在袋裡 再隨機各自放兩個在陰陽位上 最後就是龜殼和天意掛的6個銅錢 天意掛的銅錢上面是會有數字的 由美加開始放一個方術士和一個靈廟 作為玩家的出發點 等到全部玩家都放了方術士和靈廟之後 設置就完成了 雖然有點瑣碎 不過現在可以正式開始了 黑色這些就是天災的指示物 意思就是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天災的地方 You shall not pass 遊戲一開始就進入天恩階段 由起始玩家消除牆上一個天災 放在連數軌上 作為記錄遊戲輪數使用 連數軌表示整個遊戲總共玩五年 每年都會分四個階段 天恩已經做了 現在到天意階段 把六個銅錢放在桂殼裡面 趁這個機會 我現在教大家一個正確的卜掛手勢 拇指放在桂殼中間 食指放在桂殼兩邊 就是這樣了 之後就把銅錢倒出來 摘出來的天意掛依照編號 好像提示圖一樣排列 這一面就是陽 這一面就是陰 四五六這邊就是上掛 掛像由下面開始讀起 陽陰陽就是 這樣就對應上掛的陽陰陽尼掛 用天意指示物封印著它 右邊的一二三就是下掛 把下掛的陰陰陰坤掛 用天意指示物封印著它 好了,現在就到玩家主要的 補掛解掛階段 由起始玩家開始 把自己六個桂殼放在桂殼裡面 補掛 根據摘出來的桂殼陰陽數量 調整陰陽值 之後就用桂殼來組成三個唯一組的上掛 掛像順序是由下至上的 所以這裡就是陽陰陰了 接著我就到太極版 對應翻上的陽陰陰陣掛上 拿回行動版 之後就用天意指示物封印著 代表其他玩家這個回合 不可以拿這個行動版塊 現在再組合下掛陰陰陽 對應下掛的陰陰陽 這樣即時就可以做近掛的馬車行動 即時在地圖上進行馬車行動 將自己的方術士移動一格 其實我們玩家版也有下掛的提示 這個回合無法選擇的坑掛 就要封印著作為提示 全部玩家都做完 佈掛解掛的階段之後 就到四象行動階段 玩家將之前的桂殼打散 排列成兩個唯一組的四象行動 玩家版就清晰指示了 什麼排列就是什麼行動 加上我的行動版塊就有四個動作 我這裡的順序排列就是 特產馬車零秒行選 特產拿走一個資源 馬車行動就是行六路行一格 接著就是零秒行動 花一個零秒 之後就是行選 因為我家的位置完全沒有水路可以行 所以這個動作我就沒有做到 玩家如果有放棄行動 可以增加自己一點陰值或者一點陽值 玩家拿回來的資源 就要立刻放在 發展銘盤對應的資源格上 放了上去的資源不能隨意動動 之後就到天道循環階段 就是移開封印掛像的天意指示物 第一年結束之後 又到第二年開始 至於我拿回來的行動版塊 就是我每年的修圍 之後我每年都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我擁有的行動 就會越來越多 之後就要補充 當陽值或者陰值到8個時 你可以選擇歸零 就立刻在太極反陰陽儀上面 對應陰或者陽的位置 選擇一個資源 陰陽儀上面沒有的資源 會立刻補充 而到這個回合 隨時都可以用先述卡 好像這張扭轉乾坤 我即時把一個銅錢翻臉 其實先述卡 留到最後你沒用的話 是值2分的 遊戲結束發展 名本一定要練成一行 好像這一行 和橫這一行 這樣才可以計算 該行的計分版 計分的方法 在說明書上已經列得很清楚 其實幫助卡後面 就有計分的方式 哇 柴娃娃贏了很多 好了 今次又介紹到這裏 想知道更多的卓遊資訊 記得訂閱我Youtube頻道 上網和Facebook給我 記得分享這條影片出去 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再次回家 看看這條影片 我們要好好 over